兄弟们这两大绝活哥杰瑞和顾瓷再次发生争执 只因杰瑞在昨晚的一局巅峰赛中遇到了老仇人顾瓷 不仅在局内上演各种暴杀顾瓷的画面 更是掌握16.0的满平分 从而导致顾瓷被粉丝压力当场破防 于是一气之下就叫杰瑞把这局战绩拉个横幅挂起来 没想到这句话很快就落到了杰瑞的耳朵里 结果杰瑞当即红眼对气展开激情问候 这就是顾处嘛 兄弟 在对面被老子打成2-8急眼坏了呗 啥话没说 给这个促成急眼上了呗我兄弟 不是被老子打个2-8急眼了 开始车上热度了吗 顾处啊 打不过 实力打不过 长了一张嘴没办法呀 顾处是这样子呀 知道吧 被打破了就急眼咯 并且杰瑞这把还同时撞车了顶级边路气蓬蓬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们赶紧进入游戏一探究竟 来到线上 杰瑞这把对线气蓬蓬的亚连 开局杰瑞就果断与其硬刚并用技能消耗 此时齐蓬蓬还想快速抢线升二架回头反打 殊不知几方辅助已经支援了过来 等亚连反应过来想撤退已经为时已晚 在两人的合力围攻下齐蓬蓬只好含泪送出一血 接着来到两人的四级线杰瑞早早来到草里埋伏 趁着齐蓬蓬没到四级准备配合哪吒来一波包抄 可就在三人打得热火朝天使不料对面打也却打不过来 此时杰瑞才发现情况不对想撤退弹 还是没能跑过齐蓬蓬的斩杀线 不过很快杰瑞也开启了自己的乱杀模式 这波发现下路打团立马传送支援 见戈亚战位靠前果断出击一套光速沉默鸟接重剑收下人头 与此同时中路也打了起来 于是杰瑞连忙赶去再蓄力重剑收下人头 打出优势后也让杰瑞有了绝对的献权 只要发现队友打团就会快速传送支援 又是一波极致的绕后打了对面一波措手不及 不辞来不及反应就被无情顺满 紧接杰瑞在乘胜追击 即便气蓬蓬过来阻拦依旧挡不住杰瑞的脚步 好在及时带走了几方辅助才及时止所 接着双方继续在上路爆发团战 几方哪吒率先动手冲进人堆 输出扛伤拉满等待队友的支援 虽然最后倒下了但好在杰瑞成功带走了固词为其复了仇 将其带走后杰瑞又把目光放在了齐蓬蓬身上 发现他正在倾线立马越过防御塔过去留人 齐蓬蓬以为只有杰瑞一人果断拟齐硬钢 殊不知杰瑞身后跟着三次的人 等反应过来想开启大招撤退已经为时已晚 不过很快杰瑞也出现了失误 这波本想来到下路带线推塔 没想到顾磁却打不过来 辅助健壮立马先手留住顾磁 等杰瑞过去一套光速沉默跟上输出 在两人的配合下即便顾磁交出闪现依旧在劫难逃 与此同时齐蓬蓬也支援了下来 辅助由于状态不加倍留住 杰瑞本想试图救场结果却双双倒在了齐蓬蓬的脚下 复活后杰瑞继续出来带线 就在准备推二塔的时候不料顾磁却走到了脸上 面对送上门的人头杰瑞自然不会错误 不给顾磁任何机会直接一套将其顺满 紧接等哪吒过来杰瑞再继续乘胜追击 在队友的配合下孙定来不及逃跑就被当场留住 而杰瑞也顺势收下人头 即便赶来的齐蓬蓬试图收割都无能为力 甚至自己还被集火送走 然而最精彩的莫过于十分钟这波 几方由于倒下两人对面便趁着我方少人集合开主宰 杰瑞见情况不对立马带着队友前去阻拦 结果却遭到气蓬蓬的偷袭 对此杰瑞连忙拉开身位逼出亚连的大招 等对面放完技能果断乘胜出击冲进龙坑 一套技能光速接中剑将敌方射服两人顺利 此时对面看着杰瑞这架势纷纷被吓得落荒而逃 但杰瑞却不给任何机会带着队友就在后面穷追猛打 顾慈由于站位靠后背留住再次被杰瑞收下 连同孙定也没能幸免被打成了英雄碎品 很快十四分钟的暗影暴君刷新几方准备集合开龙 没想到顾慈却还挡过来查看 结果一个不注意就被杰瑞抓住顺鸟 接着等队友拿下暴君几方再找对面逼团 杰瑞顶在前面输出扛伤拉满 孙定和气蓬蓬来不及撤退就遭到我方集火倒下 紧接趁着对面少人我方继续向敌方发起进攻 只剩下尹和戈亚面对我方四人的火力强攻根本招架不住就接连倒下 而杰瑞也是输出扛伤拉满让对面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复活的顾慈还想试图守一波 殊不知这个举动却给自己的死亡次数多添加了一次 最终随着顾慈倒下我方也是一波平推结束了比赛 等游戏结束杰瑞也是打出了16.0的满平分傲视群雄